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至七节 现在来谈谈你们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吧 没错 金玉是好的 但因为淫乱的事太多 每个男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妻子 每个女人也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应该满足妻子防事方面的需要 妻子也应该满足丈夫的需要 妻子把支配他自己身体的权力交给丈夫 丈夫也把支配他自己身体的权力交给妻子 你们在夫妻的防事上 不要规待配偶 除非是为了能更专心地讨告 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 事后你们应该再次同房 免得撒旦趁你们控制不住的时候 引诱你们 但我这样说只是一种让步 而不是一种命令 我倒希望人人都像我一样独身 然而每个人都有上帝吸他的独特恩赐 或是这样或是那样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支配身体的主权 保罗在这段的头和尾都老实不客气地 指出不结婚其实也不错 但是他承认每个人的恩赐不同 即是说有些人好像他一样可以独身 有些人却是不可以 按照原文第二至六节的解说 坦白得叫人诈舌 保罗说 处理情欲最好是各人有自己的妻子或丈夫 夫妇之间要予此盡责 意思是 在房事上妻子和丈夫都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 妻子身体的主权是属于丈夫的 丈夫身体的主权也是妻子的 所以夫妇不可以规附对方分房份 除非是为了讨告 定下分房的时间才可以 但是之后仍然要同房 免得受有华 不少女性对房事不太热冲 如果能够支配自己的身体 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行房 特别在更年期或者家务繁重的时候 真是宁愿可以长期分房 也有因此令丈夫有被引誘的机会 保罗的教导却是说 夫妇应该予此服侍 尊重对方的意愿 多过自己的意愿 要两个人都为对方着想 需要多多沟通 坦诚说出予此的挣扎和需要 目的不是要长期分房 而是通过沟通和关怀 更加明白和亲近对方 逃避撒旦的隐忧 让真理管理我们的性关系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